走转星移半向更新 这一是圆观向台 一年一度的立军仪式正在这一举行 知道 刚看到我们才懂 打春牛 知道 上学的时候学过 以前我看过 但是我不记得了 这我还真不知道 反正不知道 应该是打牛 那肯定是假牛 这牛肯定不能打 往后动物轻轻的 重重地打 不怕被打坏吗 我觉得应该是轻轻打吧 我觉得不应该下那么大的狠手吧 在古代的时候 历春这一天 家家都要把自己家的牛牵来 然后在现场鞭打春牛的时候 让自己家的牛能够看到 我们鞭打春牛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 春天要开始了 要开始农耕了 要开始活动活动了 但是我们不舍得打自己家的牛 因此我们是打泥牛 打采牛 警示一下活牛 给他们提提醒 就吓唬吓唬他们 而过去在民宿中 鞭打春牛用的是泥牛 纸扎的牛 外边糊上一层泥 在牛肚子里放上五股杂粮 还有放上小的泥牛 大家把泥牛打碎之后 民众都上前去抢一块 这个泥牛的泥巴 带回家 放在自己家的田地里 预示着这一年里 自己家的徒弟肥沃 那鞭打春牛的时候 一般会请到当地 最德高望重的人 来去打这个春牛 每人打三鞭 一打国泰年 二打风调雨顺 这样一直打到第九鞭 然后最后一边留给我们的春姑娘 小朋友春姑娘 由春姑娘来打 这个最后一边 实际上在打牛的过程 即便是假牛 我们也是轻轻打 是反手打 中国对这个界定很清楚 正手叫抽 反手叫打 你反手肯定使不上劲啊 即便是假牛 我们也不舍得太用力地去打 我们的牛和民宿中的牛不太一样 我们不是拟牛 我们是采牛 这牛呢也打不碎 是一个固定的牛 下一年还记得用这个牛 牛肚子里呢 我们就不放这个五股杂粮了 是放五股杂粮的福包 然后把福包分发给现场的民众 所以历春是我们中国农耕文明中 民众对整个春天 对这一年里充满着美好 这个愿望的一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明